看到一般我們在那個 班牌電影上看到他們的服裝的 線條都是很簡單的 不會有繁複的一些 比如說 比如說什麼 這邊有一大樹花 或者是這邊有珠寶這樣飛過來 都是很簡單的 然後也不會有太刻意的髮型 包括我們可以看到像 李彬彬 張子儀 這個也是國際犯的 對不對 另外像劉嘉玲 她是屬於比較霸氣的造型 她現在走的都是比較中性 有點帥氣的感覺 甚至是包括 我們的郭彩傑 以前我們對她印象都是很甜美 很可愛對不對 現在也是完全走這種 很簡約時尚歐美風格 也就是說 其實在錄劇跟大陸女星 在一些公開場合 或劇裡面造型 像我之前有幫大陸劇的造型 就是大陸劇做造型的一些設計 基本上他們給我的關鍵字 都是陽氣 那你有幫誰做過造型 像也許你們比較不熟悉 但是在內地滿受歡迎 比如說像是這個江凱瞳 賈青 張小龍 還有那個我自己很喜歡有一個 你們可以關注一下造型 都很好看 叫焦俊彥 短頭髮 他們的戲前陣子在友台有播出 其實在戲裡面 或者是他們私底下的樣子 就是簡單 他們不喜歡很繁複 像台灣女生喜歡屁屁掛掛 或者是韓國女明星 或者是韓國的潮流裡面 會有很多的配件 其實他們比較少這些東西 反而就配件到 純粹衣服 比較單純一點點 真的 我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在大陸 他們會有三個說法 就講男生跟女生的服裝 一個就是仙氣 對 一個是妖氣 然後一個就是霸氣 沒錯 妖氣是形容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妖氣就是你可能穿很貼身 性感 然後穿一點金屬 可是不是有人說你妖氣很重 這種就是不是在誇獎 應該是有一點點 譬如說韓劇 或是壞女人的角色對不對 沒有 就是簡單來說就是說 你今天這個裝扮 是不是有點風塵味 就是風塵味的好聽版 好聽版 妖氣 妖氣可是跟美艷比較對近 對 比較貼近一點點 沒錯 仙氣 妖氣跟霸氣 其實是在我們掌握造型裡面 一個關鍵 當然其實像我自己觀察 很多女明星的穿搭裡面 我覺得在錄劇裡面 不只是女生很好看 她們最近熱播劇裡面 男生的造型也受到大家的注目 對 最近又一部 前半生的男生 你知道以前我們去接錄劇造型 超簡單的 你那個高富帥 我們就三件套就好了 什麼是三件套 就是西裝外套 裡面有一個小背心 再加襯衫 三件套搞定所有的高富帥 就是什麼的高富帥 對 而且不管高富帥 不管你是正派 反派 你是男三 男十三 只要你是高富帥 我就是三件套配合你這樣子 這部劇很好看 我覺得沒有看過的 你一定要去看 叫做我的前半生 因為他就是在講說 譬如說我們的偶像劇 不是都是演到 就是王子跟公主 很甜蜜也在一起 或是我圓了一個夢 我完成我的夢想 他就是在講夢想之後的現實 就是你以為王子跟公主結婚 會一直幸福甜蜜下去嗎 並不是這樣子 並不是這個樣子 或是你圓了一個夢 然後難道你就不會在職場上 在受到挫折嗎 他就講了很多現實面 然後你每看一次 你就覺得說 Oh my God 這我會遇到 你就會 這麼清晰 有共鳴 對 然後因為我有看這部劇 然後我覺得 現在大陸的造型非常的厲害 因為譬如說 像這個女主角 她是瑪穎莉對不對 她一開始飾演一個就是富太太 她非常的娇氣 然後所以她一開始 她的裝扮 我給你們看 這兩個都是她是不是 都是她 對 她的髮型就是完全不一樣 這個是富太太時候的髮型 而且我跟你講 她在富太太的時候 她的裝扮都很浮誇 我給你們看 譬如說你看 她會這種鮮綠色的毛衣 配上鮮黃色的裙子 然後再配上這個 之前在網上 大家也是 螢光熱烈的討論 這個也會在淘寶上面有同款 有同款 也是爆款 對 爆款 而且她還會有另外一個 就是你看 她是鮮綠色的套裝 她連褲子都是綠色長褲 然後還配上一個紅色大衣 好繽紛 對 可是我覺得 這就是她們厲害的地方 因為她那時候的個性 是非常的囂張跋扈 然後很鮮明 其實這幾年的錄劇的造型 從之前孫力有一部時裝劇 叫辣媽正傳 開始讓大家討論 她們的服裝造型 像這樣子的色塊式的穿法 真的是孫力在所有的時裝穿搭 裡面會出現的 所以就會變成好像有個飯本在那裡 那當然像男主角 剛剛我們畫面上看到的 他的一些造型 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是高富帥 一般我們的三件套 這個就是屬於半套 因為它沒有裡面的小背心 沒有背心 對 可是現在真的 你再拿三件套出來 人家會笑 真的嗎 會笑 對 就是會覺得天啊 吐死了 而且我覺得 他這個男生在裡面的造型很厲害 就是他雖然都是穿西裝現身 可是他有時候是打領帶 有時候是蝴蝶結 然後有時候他在口袋裡面 放一個小方巾 就是他光上半身 然後就是脖子 頸部這個部位 他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變化 然後你就會覺得 他真的有在用心做造型 而且像是這種就是大衣式的 也是我們一般在做男生造型裡面 不管春夏 秋冬 都要讓他穿上 你說連春夏都要穿嗎 是的 夏天 當然 因為我們要有霸氣的感覺 夏天也要穿 一種穿手套 沒有 我就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們平常在街上 一般我們男生不可能穿這樣在街上 那怎麼樣才可以就是 不穿這樣 然後還有男生的感覺 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是因為 你知道大陸物大廣播對不對 所以所有的這個 我們在操作造型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忽略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要去管是什麼地區 你是華中 華北 華南 別管 你要有個通透性 那同樣的 因為像剛剛講 這樣子很帥的造型 台灣很熱 對 怎麼穿呢 怎麼穿得住對不對 對 所以重點來就是你要掌握 像這樣子有霸氣的造型 其實在服裝的剪裁上 只要記得一個關鍵 就是你要有一點點 要有肩型 肩型很重要 所以不管是西裝外套 大衣 肩型很重要 身材的輪廓要出來 對 你要就算沒有那個身材 也要靠衣服把你的身材 撐起來 變成衣架子 再來就是可能在穿搭上 如果我們以這一套來說 我們可以自己怎麼樣 來做運用 你可以把裡面的那個穿搭 利用比如說薄的針織 或者是T恤來替代 讓它的層次一樣有出現 但是不會那麼的厚重 那下半身 下半身有沒有什麼重點 下半身的關鍵在於 因為東方人的身型的關係 尤其是我們大家都想要 學韓劇的造型 包括錄劇可能很多造型 也是參考韓劇 可是因為韓國人腿很長 對啊 奇怪 褲子買了都要剪一半 對 很欺負人對不對 欺負人 那妳只要記得一件事 妳要讓妳的腿變長的關鍵 就是妳褲子的長度 第一個 像今天齊君這種有點九分褲 就是滿適合東方人的身型 它可以讓我們腿 有視覺上拉長的效果 你都有點腳踝是不是 對 其實我的腰在這好不好 我踩高都踩在這 然後還有就是 我記得那個所謂 穿合腳褲的關鍵在於 妳的膝蓋位置不能是貼合的 要鬆是不是 膝蓋地方要鬆一點點 其他地方可以合 但膝蓋那一定要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關節出是我們駝動的 一個空間 你如果膝蓋地方變窄 你的腿型會很明顯 所以你知道是什麼大腿粗的 小腿太粗的 或者是腿不夠長的 都會一覽無遺 睡不著 那就是 你的腿 我可以吆嗎 我可以吆在這 我可以吆在這裡 麵度